我呢是大华府地区小辉国际律师务所的合伙人律师于小辉 在07年的时候成立了自己的律师务所 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律师务所呢 主要从事一些非常concentrate的一些area 比如说移民、公司、商标和意外伤害 今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程序方面 以前呢是4月1号 我们得把案件所有的都准备好了这申请 往移民局递 然后移民局收到以后 他们再抽签 抽完以后再告诉我们 哪些抽到他们继续审理 哪些没抽到就会被退回来 那今年是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在这个程序上 就是先抽签 先不定案件了 先抽签 网上先注册抽签 然后抽到的那些公司 以及这个申请人呢 然后移民局呢会通知你 那么抽签今年什么时候开始呢 不是在4月1号以后了 而是在4月1号之前 3月1号中午到3月20号的中午 这段时间任何的公司代表律师都可以上去注册 可以去注册这个登记 这个必须以公司来出面做这个登记 或者是公司委托律师来做这个登记 个人不行 然后移民局呢会在3月底的时候 3月30号左右的时间 会争取给大家一个抽签的结果 来告诉大家哪些抽到了 那么你们可以从4月1号开始 就可以往移民局地案件了 今年是这样子一个大大的变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